这家是8号屋 屋苑那里进入 一个大花园 种小花可以增加私隐度 还有一个消防喉 又有些电器位 一个长型的厅 用LDK的设计 直走就会看到厨房 都很方正 櫃面也挺多 还有很舒服 这家电器就标烟了 收纳量也挺大 楼梯位的位置 可以放到床 然后这边就有收纳量 然后有些冰箱 OK的 挺舒服的 再转过来 家屋的楼底也挺高 放置位置挺方便 还有这里就是一个浴室 企丽为主 厅的旁边有间房 可以给老人家用 方便他们不用进入 走楼梯 再顺着楼梯走 是一个睡房区 场面可以挂电话 或者生活照 点序一下 上到第一间房 看出去也看自己的内园 和房间 整体环境也挺好的 然后这边 浴室 最后就是主人房 挺大的 还有主人房这边有个露台位 露台也挺长的 看出去 都是自己的内园 主人房 主人房放置位那边 其实都容易放的 床放在这里 这边就放在衣柜 靠近浴室那边 又可以做个梳妆台 或者书桌也OK的 然后再进入就主人浴室 家企丽 最后就上到它的天台 这些就是单边屋 天台也很大 它有点贵 冷气机 冷气机也放在上面 然后有个 去水口 整个空间利用上都OK的 看的景观也OK的 整个天台基本上可以放几张椅 茶几样坐在这里 然后这边有点电制位 还有水口 即是开派对BBQ都OK的 还有这些就有点贵啦 里面应该是电线 喉位那些方便维修的 总体来说 千多万一间房子 都挺特色的 未住过可以住下 你们有个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